而美国不断地放出战争即将发生的 这种预测信号 那么14号成为了紧张局势的最高点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进入2月以来 美国就像一台复读机 几乎每天都在发表 类似俄罗斯随时入侵乌克兰的声明 这种论调更是在2月中旬迎来一波高潮 11号 美媒爆料称 美总统拜登当天告诉盟友 俄罗斯获2月16号进攻乌克兰 14号 美国关闭 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使馆 并将相关业务和剩余外交人员 前往西部城市利沃夫 对于战争警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尚未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 14号 泽连斯基在发言中还嘲讽称 我知道俄军16号即将入侵的消息 所以我在此宣布 这一天将成为乌克兰官方纪念的团结日 但此言一出 竟被西方媒体解读为 乌克兰证实了俄2月16号入侵的情报 与此同时 华尔街日报声称 俄罗斯集结在乌克兰周边的 营级战术群数量达到105个 预估陈兵俄乌边境的俄军达15万 西方情报部门综合判断称 到2月中旬 俄军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兵力构成上 都具备了对乌克兰 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能力 金市长 您怎么看 就是美国不断地在做这种战争预报 当然这个预报我们看都是不靠谱的预报 为什么这么做 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他在想 虽然我研究国际政治 已经快40年了 我也看不懂 这是非常诡异的一个情况 就是两个当事方都挺平静的 因为俄罗斯实际上一直是在乌克兰边境 这个部署军队的 这是个老现象 有时候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所以实际上俄国这边有些动作 但是并不是本质的变化 乌克兰方面总体还是比较平静的 但是远隔大西洋好几千公里以外的 美国最来劲 然后美国的跟班 英国也很来劲 然后夹在当中的老欧洲 其实也挺难受的 你看那个德国 法国 很尴尬 所以这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 很诡异的一个现象 所以大家现在都开始猜测 猜测现在一般认为是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美国现在不是发钱很多吗 然后政府负债很高 这个股市是虚高的 这个时候它需要真正地有大批的资金回流 那美国通过炒作这个乌冬局势 或者东欧局势可以人为地造成紧张 一旦渲染的这个开战 大家紧张情绪 这个资金就从欧洲就跑到美国去了 跑了 这是一个推寸 还有一个推寸呢 还是那个能源 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 德国 俄罗斯那个北歇二号 已经实际上已经做成了嘛 工程已经完成了 俄罗斯和这个以德国为首的老欧洲国家的 能源合作会加强 那么美国呢 现在正好是能源市场的一个攻击者 他也琢磨这个市场 结果这个市场如果被你占了就没他的嘛 另外是不是 就是大家推测 还有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最近FBI已经证实 在前年的2020年的那个美国大选当中 希拉里这个团队 是通过黑客手段 监控的那个特朗普 在找特朗普通俄门的证据 那么这个事呢 其实挺大一个事 这个再加上一些小的 比如说通过这个制造 东欧紧张 美国可以继续加强 进一步加强在东欧的军事存在 所以几个原因合在一块 就出现了我们看到这个 极其诡异的一个状况 所以人家俄罗斯拿出照片图片 说我撤军了 他说不是 你真兵 然后我看那个拜登总统 还是说未来几天还是很危险 另外刚才金老师也说到了 关于俄罗斯在这个欧边境 它部署这个军队 其实一直都存在 但是西方好像判断 俄罗斯要入侵的依据 主要就是他说他这个集结重兵 一开始说17万 包括15万等等 就是这一次的集结 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种 看图说话的方式 因为乌克兰东部的局势 其实一直没有稳定 那么一旦这种战火扩大 或者说冲突蔓延 俄罗斯的边境地区 肯定会受到影响 那么他部署了数万的作战部队 在相关的区域进行演习 而且俄军的这种作战部队 它要通过不断的这种机动 包括和白俄罗斯 进行联合演习 联合训练 它要展示自己的 这种实战化的能力 就是一旦出现了战火和冲突 我有能力对它进行应对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 也在不断地强化 在东欧地区的这种兵力部署 所以俄罗斯在边境地区 也面临北约更多的这种军事压力 那么大量的作战部队 处于这种待命的状态 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就像刚才金老师提到的 西方的一些政客 非常擅长打这种国际的舆论战 它营造出了这样的一个战争氛围 我认为这样的一种模式 主要是想给俄罗斯贴上 入侵者的标签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战争调起者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一方面离间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 同样针对俄罗斯的国家形象 其实也是一种抹黑 我们看到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 很多美国媒体开始分析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对比 那结论究竟是什么呢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 小叶 好的 在乌克兰局势紧张的背景下 乌军进入了高度戒备的状态 但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的 实力差距实在是太过悬殊 以至于乌军几乎很难和俄军对抗 我们来看 首先装备数量差距悬殊 俄罗斯军队是世界上 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单从数量上来看 俄军拥有90万名现役军人 12420辆坦克 7571门火炮 1511架战斗机或攻击机 以及超过3万辆装甲车 而乌克兰军队虽然经过了重建 但仅有20.9万名现役作战兵力 2040门火炮 98架战斗机或攻击机 以及逾12000辆装甲车 仅仅从装备数量和规模来看 俄军在所有的主要项目上 都有着对乌军三倍以上的优势 我们再来看 俄军乌军代差明显 俄军和乌军的实际军力差距 要比纸面数据还要夸张 这是由于俄军在武器装备质量 军事学说思想 以及现代化的电子战领域等方面 都对乌克兰有着重大的优势 甚至形成了代差 在2014年的乌冬战事中 乌克兰就以两个机械化旅 和一个空中机动旅 对其乌克兰东部民兵发动攻势 但俄军通过入侵乌军指挥所网络 干扰乌军指挥通信能力的方式 让乌军前线部队失去了通信能力 随后俄军使用支援火炮打击乌军 令乌克兰军队在对乌冬民兵的 进攻中惨败 乌军的失败实际上就是和俄军 存在着代差的证明 沙晨 好 谢谢小叶 所以东旭你看俄罗斯的军队 在俄乌边境的这种部署 高效迅速这样的部署 就是从这个方面 怎么来看俄军的这种军事力量 我认为这是一种战略能力的体现 就是它可以把 比如说10万人左右的作战部队 进行快速的集结 那么在前沿地区 既进行战略的防守 通过这种演习和训练 也在不断地适应边境的 这样的一个作战的环境 提升它和相关部队的 这种联合的作战能力 那么即使说北约可以快速地 派出一些机动性的作战力量 比如说第82空降师 但是和俄罗斯的重型装甲部队相比 那它基本上是没什么优势的 那么俄罗斯利用这种快速的 兵力集结能力 包括大量部队的这种 高效的机动能力 那么其实也展示了 针对北约在军事层面的 uthbert总装甲部队 你的基本功能力 就是今天